RW和BOA不一样 RW去年试试冠最大的黑马战队 有过光鲜亮丽的北伐经验 同时RW的对手Estar也比BOA的对手TTG弱上一场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是在偏袒RW和Fly 就这样说吧 Estar当初九连胜拿得并不容易 甚至后面几场都赢得很艰难 最主要的是Estar是两连败结束的常规赛之旅 反正RW常规赛最后阶段却打出了一个三连胜 A组强对TTG和Estar都是去手下败将 而且RW还零分过TTG 所以这次季后赛RW很有可能开启新一轮北伐 今天RW和Estar的首发阵容没有丝毫变化 都是用的常规赛尾声那个五人组 花海之前放过狠话是不过三 不知道会不会如他愿 不过Fly今天是带着九尾的意志来的 极有可能睁眼 Estar不一定能够顶住 不过若是今天Estar的终眼 能够把RW的终眼压住 那么Estar迎面就会很大